本地去年的眼角膜移植手术 不仅超越疫情之前的水平 还创历来新高达到620起 数量预计将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 持续增加 每年的增幅达到10%到20% 而国人的眼角膜捐献仅占手术的两成 那其余的八成是来自美国 本地捐献者当中 高质量的眼角膜细胞组织更是占少数 我国眼库在鼓励公众捐献时 面对哪些挑战 而现有的医疗科技 又如何地协助应对眼角膜短缺的问题 今天的《晨光聚焦》一起探讨 一个梦来 看不到很辛苦 连跌倒很多次 希望有人会帮忙我 64岁的退休德士司机杨克耀 约7年前接获陆路交通管理局的通知 要求他前往接受体检 一遍更新得失司机职业驾照 当时他感觉视力正常 因此当被告知检查不过关时 也不以为意 详细检查发现 眼角膜疾病是导致失明的第四大成因 占全球致盲眼疾的5.1% 至于本地 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 有助国人尽早就医 保住视力 年轻患者中 眼角膜问题通常和遗传 意外 以及佩戴隐形眼镜不当所引起的细菌感染有关 本地眼角膜移植数量疫情后回升 去年达620起 闯地来最高 除了人口老龄化 国人保健意识增强 以及更容易获得医疗护理 也推高了整体需求 等候移植人数 从过去的每年30到50人 倍增到近年的约100人 人们更愿意提早就医 趁早发现病症 同时很多在疫情期间 所被搁置的病患回流 让我们的等待时间变得更长 不过 国人捐赠的眼角膜 只够应付本地20%的移植需求 大多数人会认为 捐赠过程是耗时的 并且会破坏医荣 这些主要是 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 还不够全面 其实不单在新加坡 全世界都在面对眼角膜短缺的问题 除了钻研3D打印人工角膜 本地眼角膜细胞疗法研究 也步入了临床的试验阶段 预计今年将会有6名的病患参与试验 设在全国眼科中心的新加坡眼库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是一个雪库用的冰柜 所以主要是来储存眼角膜 它需要在2到8度的一个温度里面 来控制这些眼角膜 然后这个眼库 冰库也是有一个透明的玻璃装置 所以可以不需要打开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 采集后的眼角膜会按质量分为不同等级 比如说最优质的角膜 质量上还有它的那个透明度上 都是比较优质的 所以就可以使用在 几乎所有类别的移植手术上 这个就是我们所采取的角膜 其实它只是一个中间最透明的一个供体 取下来后这些角膜 都会被放到一个这样的 特制的一个容器里面 里面有一个液体来保存这些角膜 可以保存至7到14天 质量较差的 如果过了14天没有采用 就会存入零下80度的冰柜内 最多两年 主要用于紧急手术 比如说被外物刺穿 或者是需要暂时的 让那个眼球保存完整的情况下 会暂时性的把这些角膜放在上面 然后他们会等待一个 比较适合的一个角膜来做一个抑制手术 传统的眼角膜移植需切除患者角膜上浑浊病变的部分 再以尺寸相近的捐线角膜替代 如今更常进行的是后弹力膜内皮角膜移植树 将捐线者的健康内皮细胞 植入患者的角膜内层 以取代受损部分 至于轻入性更低 人在试验中的眼角膜细胞疗法 则是把捐线者的活性眼角膜细胞注入患者眼睛 让新细胞和眼角膜融合 重塑健康的内皮 这样患者不仅不必接受移植 也能更快康复 我们在中央完整体系列导致多一年 我们全部都在关注精疗的检验 在一个所在医院的效果 例子专属的检验 これで现在我们做了两个检验 在这些检验 比我们上一个器诊的检验 可能我们会有三天 一可能两天 相处的检验 可能一只是 80公斗 你到这些检验 我们可能会有三天 杨克耀等了一年 终盼到人生第二次机会 摆脱了担心受怕的日子 而眼角膜和其他器官捐献 不只是个人决定 也涉及一家人 唯有及早规划 才能一爱人间